上个视频咱已经了解了中和热的实验测定方法 而在做具体实验时 咱肯定希望实验测量的数据足够精确 同时尽量减少实验的误差 那在组装实验仪器以及操作步骤中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这个视频我就来总结一下 先看实验仪器的组装 你知道在大小烧杯放置时 为啥要使两杯口相平吗 这个嘛其实主要是为了让盖板 把杯口尽量盖盐 进而减少热量的损失 说起热量 你还记得减少它损失的另一个措施吗 对了 就是在大小烧杯之间填满碎的泡沫塑料 从而达到保温隔热的效果 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当然有 还可以换用隔热密封性更好的装置 比如保温杯 甚至可以直接用专门测量中和热的实验装置 这样就会使实验的结果更加准确 关于这套装置还有一个问题 但知道这个环形搅拌棒是玻璃的 如果找不到玻璃的 能不能用筒的代替呢 告诉你绝对不行 这是因为同时金属 传热更快 所以热量的损失也就更大 那就会使测量的中和热的偏大 实验仪器说完了 接着再根据操作步骤来看一下 在测量初始温度时 我说过必须把温度计上的酸用水冲洗干净后 才能再测量碱液的温度 这是为啥呢 因为如果不冲洗 那温度计上的酸就会和碱发生中和反应 从而使热量散失 所以测定碱液的温度前 必须要先冲洗干净 在测完碱液的温度后 本着不浪费的精神 反反立刻把冲洗后的溶液也倒入小烧杯里 no 坚决不能这么做 因为倒进去后 水的质量也增加了 也就是总溶液的质量增加了 这样温度的变化就会相对减小 进而导致实验结果的误差更大 所以切记不能把冲洗液倒进小烧杯里 酸加完了 就该轮到加减了 问题来了 氢氧化大溶液能不能缓缓倒入小烧杯呢 还是不能 由于实验的关键是测反应热 如果动作迟缓 那就会使热量散失掉一部分造成损失 从而使得实验升温的幅度偏小导致误差 所以加减时必须一次性倒入小烧杯 最后咱再来研究一下 盐酸和氢氧化大之间的关系 问题来了 为啥它俩的物质量之比不是1比1 而是氢氧化大过量呢 这个可以类比除杂质 除杂质剂要过量的原因 也就是保证杂质完全被除掉 同样道理 为了保证0.5摩尔每升的盐酸 完全被氢氧化大中和 因此采用0.55摩尔每升的氢氧化大溶液 使得碱稍稍过量 当然了 如果让盐酸过量也是可以的 进一步的 如果把这个盐酸换成醋酸 那会影响实验结果吗 咱知道醋酸是弱电解质 因此它和氢氧化大反应的 粒子方程式应该是这样的 之前也说过 这个反应包括两个过程 醋酸的电力过程 以及氢粒子和氢氧跟粒子的反应过程 虽然这个中和反应是放热的 但这个电力过程却是吸热的 所以把它俩结合在一起 那对中放出的热量就会减少 问题来了 此时测得的中和热是不是偏小啊 嘿嘿错了 注意 德拉H是带着符号比较的 所以这个数值虽然减小 但带上负号后 应该是偏大才对 回到盐酸 如果把盐酸和氢氧化大取得量 都改成100毫升 那所测中和热的数值 是不是50毫升的两倍呢 当然是在没有其他 操作失误的前提下 咱回顾一下中和热的概念 它是指酸跟碱发生中和反应 生成一模烟害水时 所放出的热量 换句话说 中和热的大小 与所取酸与碱的用量 是无关的 因此酸碱总量改变后 虽然最终 所释放的总热量 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但生成的水的物质的量 也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这样上下一抵消 这两个实验结果 应该是相同的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键有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 在大小烧杯放置时 必须两杯口相平 并填满碎的泡沫塑料 第二 测完酸的温度后 温度计必须清洗一下 并且不能把虫洗液 倒入小烧杯中 第三 盐酸和氢氧化纳反应时 只要氢氧化纳少少过量就行 当然 还有其他导致食盐 不准确的原因 在此就不一一分析了 你可以根据最终 反应升温的幅度 是偏高还是偏低 来进行衡量 成了 说了这么多 等宝宝又热的冲天了 你快去刷题吧 好吗 好吗 好吗